好的朋友们 在接下来我们关心的是全球各地的重要新闻 首先让我们关心美国方面的报道 而和我们德州相关的 我们第一个先带给大家 在昨天星期二 在我们休斯顿大休斯顿地区 又遭遇到严重的风暴和大雨 虽然不能够说整个每一个地区都有 因为在唐城地区可能就是短暂的 一段时间的强风和一段 大概十几二十多分钟的比较强猛的雨势 并没有延续多久 也没有造成过大的损失 但是在德州东南部 休斯顿的东南部地区的居民 却碰到了严重风暴大雨造成停电 Center Point则表示 超过了30万他们的客户 没有电力的供应 在昨天下午大概两三点钟的时候 大风暴袭击的时候 那么到下午的六点二十分左右 Center Point方面 还有大概靠近18万的客户受到影响 这个数字倒不是光是昨天星期二发生的 而是包括了过去就是从5月16号 在我们休斯顿地区的恶劣天气影响而断电的居民 他们的用户 那么在另外的话 在当趟地区则因为在5月16号受到了怪风暴风 强风袭击大雨袭击 结果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的窗户 诸多的好多好多都是碎裂了 所以当趟在过去一个礼拜的关几乎是没有什么人进去上班 都要小心翼翼 因为呢道路封闭 避免高空的玻璃落下来 可是在昨天因为memorial day之后呢 又有不少的公司 那么要求自家员工回来公司上班了 所以昨天呢很多的朋友们都已经回去 当趟自家的办公室公司去上班 但是昨天下午却又在碰到了 这是这一个严重的风暴和大雨 结果在当趟再度成为了危险重地 那么玻璃又开始四处飞溅 人行道上都布满了碎玻璃的碎片 警方也在下午高峰时段也封锁了街道 那么在警方这个从 就是米浪方面就从Texas到Rask就已经关闭了 那么在今天星期三 可能很多的朋友又接到通知 就是还是留在家里边上班吧 先不要去当趟的公司 避免造成就是在安全方面的冲击 造成了意外 那么在现在今天星期三了 我们是不是还会再经历另外一个一次的严重风暴和大雨呢 在机箱单位说呢 昨天下午已经下过了 走过了 所以今天呢 看起来机会不是没有 但是降了很多下来 所以今天早上朋友们 可能还有部分地区 你还会看到这个比较强的风 比较大的雨 但是呢 有关单位讲呢 这个会造成那么大伤害的情形已经降下来 而到了靠近中午的时候呢 阳光就会出来之后呢 就是轻时多云 然后偶雷雨的这样子的情形 温度也在昨天下过雨之后就开始下降 只是呢 这不能够掉以轻心啊 今天还是有可能会有比较强的风暴 带来强降雨 小冰袍 震风 还有闪电 在我们休斯顿地区呢 遭受在5月16号的这一个 强大风暴袭击 结果造成了 就是整个大休斯顿地区居民啊 这个严重的冲击 FEMA 就是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 现在在包括了Harris County Liberty County Tritney County 设立了三个 有增加三个新的 就是Disaster Center 就是灾难中心 那么在休斯顿的民众 你都可以申请灾难中心的协助 而FEMA的工作人员 会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 在我们整个大休斯顿地区 有7个灾难中心 那么他们会每周7天都在这里工作 一直到就是里边的居民可以得到照顾 那么朋友们 你可以到网路上 或者电话来申请FEMA Disaster的帮助 电话的话 请拨 1800621-3362 1800621-3362 那么在整个大休斯顿地区 有7个Disaster Center 那么德州中文台 把他们的地址都已经放到 我们的脸书 还有网页上 朋友们请您直接上去查询 他的地址放在德州中文台的网页 还有脸书上面 朋友们您直接上去去查询 再来我们看到 根据我们德州第一个防洪计划草案 在现在调查当中显示 超过500万德州人 也就是我们德州六分之一的人口 是在容易受到洪水影响地区 在这个地区生活或者工作 所以德州水发展委员会 现在要透过一个方案来加强 我们德州抵御洪水 还有海平面上升的能力 从而降低在这些地区的民众 面临的风险 现在公众可以在5月30号 在Austin举行的会议上 对这个计划发表评论 在6月17号之前 你可以在线上提交你的意见 那么计划5月初 这个计划5月初发布 估计我们德州有将近130万户的房屋 都是位于洪水一发的地区的 好 这些都是和我们休斯顿相关 和德州相关的新闻 下边我们很快地看一下 在美国方面其他的报道 这是以色列在26号 空袭了加萨拉法市的一座难民营 引发了大火最少45人因此丧命 以色列军队说 可能是击中了由哈马斯储存的武器库 引起的火势 不过还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 对此白宫则说 美国方面不认为 以色列军队对拉法展开大规模的地面行动 而且目前也还没有看到这种情况 在现在美国表示 以色列军队的行动还没有跨越 美国总统拜登的红线 好 在今天美国新闻最后 我们看一下跟财经相关的 就是在昨天华尔街的表现 这个成绩可以看到 NASDAQ指数 它创下了记录的新高水平 最主要是因为灰达的崛起 提振了业科技维股的NASDAQ 如果排除灰达 NASDAQ表现就是平淡了 NASDAQ指数昨天上涨99.09 结果爬上了17000点 首次突破17000点的关卡 挥达本身则是上涨了7.13% 这就是带给大家 在今天在美国方面的重要新闻 等着中文台 我是胡美剑 在下边焦点将转到国际新闻方面 请和我继续一同关心 国际方面的重要消息 好 朋友们 国际方面的新闻 第一个看到 这是在以色列方面的报道 目击者说呢 以色列坦克就在昨天首度的开进加萨走廊 南部城市拉法的市中心 以色列的军队三个礼拜前 开始对拉法发动了地面攻势 随着当地平民死亡人数持续的攀升 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谴责 以色列在26号就对拉法发动攻击 导致一处难民营发生大火 最少45名巴勒斯坦人丧命 其中超过半数都是妇孺以及长者 这个举动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谴责 尽管如此 当地军民表示 以色列军队仍然还是在夜间发动空袭 并且射战车炮火 对拉法市加强攻势 那么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 治下的加萨走廊卫生部则在昨天说 以色列战车就在昨天攻击拉法市 以西疏散区的一处帐篷营地 最少21个人死亡 在目击者表示 他们是在拉法市中心地标 爱尔瓦塔清真寺附近 看见装有机关枪的战车和装甲车 根据报道 以色列军方是在夜间进行了激烈的空袭后 也在昨天首度把战车开进了加萨走廊 另外也看到西班牙 爱尔兰跟挪威 三个国家是在28号正式地 承认了巴勒斯坦国家地位 但是根据媒体看到 丹麦国会在当天 否决了一项承认巴勒斯坦的提案 呼应丹麦政府认为这件事情 必要条件还没有达成的看法 这项议案由四个左派政党提出 丹麦另类选择党国会议员则认为 承认巴勒斯坦国是中东长治久安唯一的办法 那么并且说承认八国可以赋予巴勒斯坦平民权利 不过丹麦的外交部长在此之前则说 巴勒斯坦并没有单一运作中的权力机构 也没有掌控自身领土 因此丹麦政府无法给予承认 好 下边我们看杜白的消息 英国海事安全公司安布雷则在昨天说 有一艘在叶门外海的商船遭到了三枚飞弹的攻击 船身进水开始倾斜 安布雷表示这一艘商船发出了求救讯号 通报该船位于叶门港口城市河台达 西南方大约54海里处货舱受损开始进水 与伊朗结盟的叶门反抗团体青年运动 由去年11月起就一再对航行红海的船只发动了攻击 后来也扩大到印度洋 青年运动表示他们是为了声援巴勒斯坦组织的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乌克兰和比利时 昨天达成了双边安全协议 包括交付30架F-16的战机 由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和比利时总统德克鲁 在布鲁塞尔签署 泽伦斯基则表示这个协议文件包括了比利时 今年对乌克兰军员最少9亿7700万美金 以及承诺在协议的10年期间 提供支援 比利时昨天在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到访之际 承诺将会在2028年以前交付30架F-16战机 来协助基辅对抗莫斯科的入侵 比利时的外交部长虽然基于保守起见 在稍后说希望年底开始交付 但是泽伦斯基却表示 第一架战机可能今年就已经抵达了 好 我们在国际方面的新闻 最后看到的就是北韩 在北韩27号宣告军事侦察卫星 万里进一号发射失败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昨天罕见的证实这件事情 说搭载卫星的火箭在飞行途中爆炸 是由于引擎异常导致自毁系统启动所致 也强调未来将会再节载力 以便与美国等国家竞争 金正恩表示 北韩拥有侦察卫星 是为了反击美国的军事挑衅 说这个举动将有助加强自卫 北韩已经预告 今年要发射三颗军事侦察卫星 预计将会着手调查失败原因 并且严理第五次的发射时间 好的 朋友们 这就是带给大家在国际方面的重要新闻 你收听的是德州中文台 我是霍美杰 在这个美国和国际新闻之后呢 我们要在这儿稍微休息一会儿 稍后我们再和听众朋友一同关心的 将会是来自两岸方面的重要消息 先看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4次的会议当中 他强调要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要不断增强广大劳动者的获得感 幸福感还有安全感 总书记习近平他强调就是呢 要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 市场调节就业 政府也要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 他在听去讲解和讨论之后 发表了重要的谈话 指出就业是最基本的名声 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也事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事关国家长治久安 那么强调要坚定不移 贯彻新发展理念 更加的自觉的 把高质量充分就业 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 他也指出要加快塑造素质优良 总量充裕结构优化 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 解决好人力资源供需不匹配 这一个结构性就业方面的矛盾 下面我们再看到的 就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委员长赵乐基 昨天就在人民大会堂 同印度尼西亚的国会议长举行会谈 赵乐基表示 中国和印尼是传统友好联邦 那么两国关系稳步的快速发展 进入了共建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 也指出双方同为发展中大国 和新兴市场国家发展理念契合 共同利益广泛 前途命运有关 双方要巩固高水平战略互信 坚定支持彼此的核心利益 赵乐基也强调 两国立法机构长期保持友好交往的传统 这也是中国和印尼高水平战略互信的一个重要的体现 好 下边我们则看到呢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 昨天就在北京会见了印尼国会议长 王沪宁则说 中国和印尼是隔海相望的友好邻邦 那么中国方面愿意同印尼巩固政治互信 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密切人文交流 推动中国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的发展 下边我们来看的就是在航天太空方面的这个报道 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的消息 神舟18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圆满的完成了第一次的出舱活动 大约经过八个半小时的出舱活动 而按照计划 神舟18号在人飞行任务期间 还将会展开大量的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 以及航天员乘组出舱活动 以及应用载荷出舱人物 下边我们就要来看的是关于房地产方面了 在中国官方抢救房地产市场 一线城市也启动了政策方面的这个大比拼 广州市政府就在昨天宣布房贷新政策 其中首购市售住宅的自备款比例已经降到15%了 而且还取消了贷款利率的下限 在今天起就实施 它也被视为中国一线城市当中最优惠的房贷政策 现在中国房地产业界人士认为 在上海广州都先后宣布调降自备款比率 以及贷款利率的下限之后 现在剩下的像是深圳、北京这两座一线城市 近日跟进实施的可能性也大幅的升高 特别是房贷政策也一直被认为相对保守的北京 对贷款购买市售住宅的居民家庭 根据这个新的政策 在市售个人住房贷款最低自备款比例 已经调整为不低于15% 取消了利率下限 对贷款购买第二户商品住房的居民家庭 那么个人住房贷款最低的首付款比例 也调整为不低于25% 这个广州方面的旧房市的大车拼 可以刺激在中国其他一线城市 很可能很快就会跟进了 另外呢 在电力方面呢 现在大陆局部地区的电网 在5月份是刷新了负荷高峰的记录 意味着夏季来临之前 用电负荷将会再升高 此外 在大陆中电联也公布了 今年第一季的预测报告 认为 今年最高用电负荷会比去年增加1亿千瓦 包括了江苏 新疆 湖北 川瑜等地 现在都已经开始 提早对电力进行部署 好的 在新闻最后 我们看到福建泉州海警局 昨天对外披露 他们在泉州市惠安县附近海域 查获一起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的案子 当场查扣涉案传播一艘 还查获了各类余货物 大约49,800公斤 抓获了涉案人员 一共三名 这个案子也是今年 在休于 福建休于以来 查获的单案 涉案于货物 最多的一起案件 好的朋友们 这就是带给大家 在中国方面的报道 德州中文台 我是霍美剑 而接下来焦点将转到台湾方面 由台北的新闻主播接棒继续播报 我们一同关心 德州中文台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早安 我是李自立 台湾方面讯息 我们今天首先报道的是 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 美国联邦众议员 达克沃斯率领的 跨党派访问团 总统表示 这是他上任之后 第一个来自美国参议院的访问团 展现了台美坚实的伙伴关系 赖总统说 在各位的支持之下 近年来 无论是年度国防授权法案 或是上个月通过的印太安全 补充拨款法案 都纳入许多 有关台湾的倡议跟资源 各位的来访 更加展现了台美坚实的伙伴关系 面对疫情挑战 我们互相扶持 面对极权主义的扩张 我们攜手合作 总统也强调 台湾会如同他在就职演说中所说的 做世界和平的舵手 繁荣的推手 他也希望新政府 能持续得到美国政府跟国会的支持 中共解放军在我新任总统就职后 便对台湾和金马周边启动 联合力舰2024A军演 国安局长蔡明燕 今年在立法院受访时表示 中共这次军演的主要目的 是对台湾进行恫吓 而非为了起战 同时要注意的是 共军这次军演的过程 进行的认知作战非常的平密 争议讯息的散布较以往更为严重 研判或许与共军新设的信息支援部队有关 蔡明燕说 去年的那两天我们所收获的相关的争议讯息的散布 确实有比较严重一点 国发会近期发布最新景气灯号 两年多来 灯号首次亮出的景气即将转热的黄红灯 台湾景气今年下半年是否有机会转为热络 各界都关注 主纪总处主纪长陈淑芝 今天首次到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做业务报告 他在备询时表示目前的情况持续的看好 今年的经济成长率至少可以达到3.5% 陈淑芝说 上应该是维持3点多这个状况 那但是因为我们大概在5月30号 我们会有一个初步的小组会在做整个的一个预测 那这预测的一个情形我们也会对外面来公布 就是说整个预测的情形 那因为我们统计法事情细则有规范 就是说在预测前我们各项数字 我们大概不能对外透露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下午拜会 民进党立院党团跟国民党立院党团 立法院三读通过国会职权修法草案 行政院将提出复议 卓荣泰在国民党团拜会时表示 希望行政院依照宪政程序所做的任何行为 都不要当作是对立法院的不礼貌 他也希望有机会再次审视法案的内容 周荣泰说 这几天我应该算是善尽一切所有的可能 让两院的关系以及民意的孤身 能够得到重视 但是我还是有点遗憾 没有办法在最后有任何的改变 但是既然宪法赋予行政院 宪政机关的职责 当我们依据宪法所做的任何的决定跟行为 希望国民党党团及大院不要认为 这是一种不礼貌或是恶意 我们完全是很忠信 以捍卫宪政的角度来出发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招傅昆琪则回应 请卓荣泰不要一就任就提出 对国会抗衡的做法 傅昆琪说 请不要 请不要 在刚刚就任就提出 对国会的相抗衡的这些做法 应该大家携手 一起为国家的福利 共谋 一起同亲 才是全民之福 民进党各地方党部主委 跟党代表的选举日前顺利落幕 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 在中职会上表示 政党内部竞争跟活力很重要 他期免所有获选者 愿意扛起责任一起推动台湾的民主发展 也希望党内意见能够更贴近民意 民进党发言人吴征转述说 我要恭喜所有获选者愿意扛起责任 一起推动台湾民主的发展 也要勉励所有参选同志 要继续在不同的位置 继续努力 共同来让社会进步 同时民进党也确认 将于7月21号举行全代会 届时党内最高权力核心改选将会登场 蓝白共推的立法院职权修法 在昨天28号完成三读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今天表示 昨天是中华民国民主史上最重要的一天 台湾第三波民主改革也迈进一大步 他也提到 赖清德总统就任这10天来 没有看到总统 只看到民进党主席 呼吁赖清德 尽速地回到总统的角色 面对全民的期待 让两岸更和平 国家更安全 朱立伦说 国家不安全 社会不安定 人民不安心 如何国泰平安 因为我们的总统 到今天为止 还没有就任 还是在当民进党的主席 我诚挚地呼吁赖清德主席 从即日起 赶快回到你的真正的角色 要担任中华民国的总统 副总统夏美琴 今天上午以录影的方式 为美国纽泽西州 亚太中心开幕酒会致辞 夏美琴副总统说 过去几年 世界重新认识台湾 在全球高科技供应链中 扮演的重要角色 以及与自由民主伙伴 展开商业合作的价值 肖副总统也表示 有则西州亚太中心的成立 将提供强劲的动能 有助于深化台美整体经济 跟投资关系 肖副总统说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The world has had a renewed appreciation of the crucial role Taiwan plays in the global high-tech supply chain and the value of doing business with a free and democratic partner AI的应用 成了当代的显学 台大机械系教授 郭重显研究团队 在国科会的支持下 成功地打造台湾首创 自主研发的AI机械狗 并在今天正式亮相 可具备动作教导 AI视觉做语音 以及表情侦测 也可以搭载各项工业用途的 感测器进行工业巡检 预计年底机械狗的功能 将会进展到爬楼梯 并展开场域的应用测试 郭重显说 机器械狗的加持 必须要在AI人工智慧 所以AI自主导航 AI自主巡逻 AI人机互动 AI动作 还有包括很多 都是未来非常大的课题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平台可以建制 未来可以跟各个不同的公司 各个不同的系所 大学合作 然后大家呢 在平台上面 开发出台湾共用的一个 platform 到各个大学 他们想要做研究 可以在这里开发 这样可以让整个扩散效益更大 正值AI晶片巨拨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 访台之际 传出辉达将在高雄 设立第二座研发中心 对此 国歌会工程技术研究发展处 处长李志鹏 今天出席台湾自主研发 AI机器狗成果发表会时 表示乐观其成 他指出 当前台积电已经进驻高雄 当地的知识经济正在崛起 若辉达能够在高雄 设立研发中心 对台湾AI产业化 一定会有很大的注意 李志鹏说 NVIDIA它当然 它本身就是在这个GPU的发展 那我想它对我们台湾的 AI的产业化 这一部分 尤其是GPU的发展 它在台湾发展 然后在台湾的半导体上生产 未来它的速度一定可以更加快 让我们台湾可以拿到 第一手的资讯 那未来再协助我们台湾的产业 再进行AI化 这个会有第一手的帮助 由文策院跟智宝国际合资成立的 祥银融创 今天宣布启动日照计划 以实际行动扶植台湾原创IP 前往日本发展 记者会也首度公布了 赴日动画化的三个IP作品 包括从海外 红回台湾的台湾原创漫画 成为夺心魔的必要 台日共创原创IP 刀鸡 以及 好想去台湾 台湾旅行同号会 预计最快2027年 就会有动画作品完成 成为夺心魔之必要的 原著作者赖维志说 很高兴就是今天终于有机会 能够动画化 其实我们一直都有希望 把作品动画化的打算 因为我们本来在打的 就是国际市场 因为我们认为 其实台湾的IP 如果能够靠走到国际 然后就是靠复述市场 能够支撑的更好 能够让我们的 整个台湾的文创产业 发展的更加顺利 那这也是我们一直来的梦想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提供给您的台湾方面讯息 我们把现场还给主持人 明天再会